若非亲眼所见,根本不相信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缺德的主人 眼前的小狗被拴在摩托车后座上,嘴巴被一圈圈的胶带缠着 看样子正准备卖去狗肉馆,小狗的命运将会如何 眼前这只小狗看起来十分可怜,不仅被装在麻袋里,拴在摩托车上 嘴巴还被胶带缠绕了好几圈,恰巧一位小哥路过,看到了这只可怜的狗狗 他立刻上前,将狗狗的主人拦下来了 并且十分开门见山地告诉对方,他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不能把狗狗的嘴巴绑住 但是对方看了看小哥,十分不屑地说,这是我的狗,我爱怎么搞怎么搞,你管得着吗 随后小哥询问他,为什么这么对待狗狗 狗主人看了看这只狗,无奈地说,因为他太调皮了,每天在家跑来跑去 还拆家,自己是养不起了,准备卖到狗肉馆去 小哥看了看这只狗狗,此时的他嘴巴被困住 呼吸都十分艰难,不断地喘着粗气 很明显小狗现在十分难受,他的眼神充满了哀伤和无助 小哥看着这只狗十分地心疼 此时的他心中有了一个想法,他要救下这只小狗 但是小哥的救援计划并不顺利 因为狗主人是一个油盐不尽的人 不论小哥如何请求劝说,对方都听不进去,执意要将狗卖掉 小哥该怎么办呢? 可怜小狗嘴巴被主人用胶带缠绕 正准备卖去狗肉馆,小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下小狗 小哥在路上看到可怜小狗,准备就下时 却遭到了狗主人的拒绝 对方表示这只狗是自己要卖的 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小哥救下狗狗 看到狗主人油盐不尽,实在没有办法 小哥提出用钱买下狗,并让狗主人开个价 听到小哥准备买下小狗的时候 狗主人的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了 答应了小哥的购买 毕竟卖给谁不是卖呢? 不过在价钱方面,双方又一次唇枪舌剑 狗主人要的价钱太高了 小哥有些接受不了,可是对方一点也不肯让步 最终还是小哥屈服了,花费高价买下了这只小狗 随即便从狗主人手中接过小狗 接到狗狗后,小哥赶紧把小狗嘴巴上的胶带解开 但是狗主人绑得很紧,十分难解开 小哥费了好大劲,终于将小狗解放了 小狗趴在地上不断地喘着气 小哥看着狗狗,很难想象他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吗? 受了多少苦 周围的群众看到小哥的行为后,也送出了自己的赞扬 大家认为小哥干得好 紧接着小哥将狗狗从袋子里拿出来 但是当他把小狗拿出来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小狗的四条腿竟然都被胶带捆住了 难怪他刚刚一直一动不动 小哥小心翼翼地将腿上的胶带解开 可怜小狗嘴巴被主人用胶带缠绕,正准备卖去狗肉馆 小哥高价买下小狗,只是为了让小狗不受罪 狗狗看着眼前给自己结绑的小哥,或许知道是面前的人救了自己 所以在小哥帮助他的时候,十分乖巧懂事,任凭小哥的安排 就在小哥解救狗狗的时候,狗主人却看都不看小狗一眼 拿了钱后就直接骑车离开了 救下狗狗后,小哥把他带回了家 面对自己的新家,狗狗似乎还有些不适应 亦或者是不相信自己已经安全了 只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小狗害怕地躺在地上 看到狗狗如此拘谨,小哥拿来了食物和水 刚开始小狗还会吃几口,但是也就这么几口了 然后就一点也不吃了,似乎是胃口不太好 随后小哥摸了摸狗狗的脑袋,突然发现似乎有点热 小哥赶紧找来一盆水,喂狗狗降温,但这一切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担心狗狗的健康,所以小哥直接带着小哥来到了医院 在医生的仔细检查下,发现狗狗因为之前惊吓过度 引发了身体健康问题,如今高烧不退,但好在也只是发烧 之后医生给狗狗喂了些退烧药,回家后小哥细心喂养小狗 短短一周小狗就恢复了健康,也开始变得精神无比 不过自从小狗恢复健康后,小哥也见识到了之前能够狗主人所说的调皮 不过他并不在乎,毕竟活泼对于小狗来说也是最关键的性格 目前ה们每隔遇到经访者,担心论! 後悦 taken!